折磨了大家两年之久的新冠病毒 逐渐失去了影响力 大多数人基本已经从恐惧中走出 然而就在上周 另一个被称为隐形索命绳的超高致命病毒 卷土重来 直接威胁到了全美民众 拜登政府直接发布紧急指令 在机场逐一筛查旅客 是什么样的病毒造成了如此的恐慌 就在近期 东非国家乌干达突然爆发埃博拉疫情 目前至少有63例确诊 及疑似病例和29人死亡 这一数字已经成为了该国 20年来最大的一次疫情爆发 甚至在当地比被新冠病毒带来的 影响及恐慌情绪更大 一名官员表示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已对过去21天到过乌干达的人 进行体温检测和风险评估 21天是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 国务院发布警告说 这些措施将适用于包括美国公民在内的所有旅客 目前埃博拉病毒除了超高知名率外 最为关键的是 还没有研发出相关的有效疫苗 因此拜登政府在上周末紧急宣布 将对近期到访该国的旅行者进行病毒筛查 熟悉该计划的官员表示 对部分乘客的筛查已经从10月8号开始 但旅行限制要到本周才会生效 虽然没有从乌干达直飞美国的航班 但经其他国家入境的乘客 被转到五个机场接受检查 据悉 每天从乌干达迪美的145人中 大部分在这些机场着陆 这五个机场分别为 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华盛顿特区的杜勒斯国际机场 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国际机场 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 和亚特兰大的杰克逊国际机场 同样 这些机场在2014年埃博拉病毒 最后一次大规模爆发时 也进行了相似的检查流程 检测将对乘客进行体温和风险评估 以及视觉症状检查 他们还被要求确认联系信息 美国各州和地方卫生部门 将在旅行者离开乌干达三周后 对他们进行跟踪检测 CDC表示 美国目前没有针对 埃博拉疑似或确诊的病例 但敦促医护人员注意乌干达疫情 埃博拉病毒号称隐形的索命绳 针对人类的橡皮擦 致死率极高 有些地区甚至能够达到惊人的90% 所以在埃博拉病毒面前 新冠艾滋甚至都变得温和起来 1976年 非洲大陆因为一场瘟疫 诞生了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超知名病毒 1979年 该病毒再次爆发 随后沉寂15年 1994年 加鹏突然出现扎伊尔型埃博拉疫情 来势比之前的更加凶猛 没有人知道这15年间发生了什么 2000年 埃博拉蔓延至乌干达 随后愈演愈烈 2003年 刚果共和国记录到了有史以来最高的死亡率 143名感染者中128人死亡 致死率达到90% 截止到2013年 WHO统计到了2357例埃博拉确诊病例 其中1548人死亡 然而就在2013年年底 西非爆发了有记载以来最大规模的埃博拉疫情 短短数月间 利比利亚 埃拉利亚 几内亚 相继报告埃博拉大规模传染 感染和死亡人数呈指数上升 包括美英等国在内的发达国家 也出现了外来埃博拉病患案例 截止2016年1月 WHO及多国政府记录到 本次疫情共造成西非28637宗感染个案 及11315宗死亡案例 换句话说 短短两年时间 埃博拉在西非杀死的人数 远远超过他过去37年的总和 埃博拉就像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连环杀手 每隔一段时间在非洲忽然降临 留下成百个破碎的家庭 和几十个被摧毁的村庄城镇后消失不见 人类眼睁睁地看着他 一次又一次在非洲刺掠 却完全束手无策 在过去的40余年间 他是非洲大地上仅次于艾滋病的死亡天使 直到今天 关于他的很多细节 人类仍然一无所知 目前我们仅知道 埃博拉是死状病毒科下的一类 人畜共通 目前发现的亚型共有五种 其中四种可以传染给人类 而最为致命的 便是上文提到的 扎一而行 埃博拉的传染主要通过体液接触 发病患者的血液 眼泪 排泄物和精液 均可能携带病毒 而至于埃博拉的发病症状 则是最为恐怖且难以接受的 感染开始时 有轻微的呼吸道症状 如果不加以治疗 会迅速损害内部器官 最终病人开始从眼睛 鼻子 嘴巴和直肠出血导致死亡 有的病人在最严重的情况下 甚至会将自己的肠子和腐烂的舌头 呕吐出体内 埃博拉病毒带给人类痛苦的发病过程 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加令人恐惧 本次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 自9月20日确诊首例 短短两周多时间就已快速膨胀 从新冠到猴豆 再到现如今的埃博拉病毒 相信大家已经在防疫防控上 有足够的经验与准备 只要足够小心谨慎 一定能够平安应对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